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这一份里面它主要油的来源就是豆腐的酱 所以它吃起来是非常清爽的 所以说这个酱汁它可以说是这道料理的灵魂人 好 那我就先从它开始品尝了 它好香喔 豆腐吃起来好嫩 你只要輕輕一咬 它就化開了 然後我覺得醬汁啊 它真的非常入味 因為呢 它帶有點濃稠度 所以說它會緊緊的 巴在豆腐的外頭 然後它其實已經有點 滲入在飯裡面了 吃進嘴裡的時候 你可以嚐到它有點麻 然後有點辣的這種香氣 像是這個辣度 是可以調整的嗎 對 喜歡吃辣的 可以在網上加辣這樣子 加朝天椒這樣子 那怕辣的話呢 我們一般都說最低辣度 現在這樣是最低辣度就對了 對 現在是最低辣度 其實我覺得調整辣度 這樣子的服務呢 會讓大家 無論夏天或冬天都可以品嚐 因為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吃現在這樣的辣度 那冬天比較冷 你可以再吃辣一點 身體就會暖暖的 然後加上 因為它的口感很軟嫩 所以長輩也很適合品嚐 像是你們提供了 這麼多道的這個豆腐料理 你有沒有印象深刻 客人吃過的反應是什麼 通常會吃豆腐的料理的 就是吃純素的人比較多 因為我們店裡的菜單 有分成有淡素跟純素 那豆腐是一個很大的 吃純素的系列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 11種豆腐飯 通通都點過一輪之後 就挑一兩個喜歡的 一直輪著吃這樣子 所以有些人會一直吃胡椒自然 有些人會一直吃麻婆的豆腐 所以你的每個豆腐項目 都各自有愛好者對不對 對… 那除了這個麻婆豆腐料理 我看到你還推出了一道這個 也是豆腐料理 它是一道什麼樣的料理呢 是麻辣臭豆腐 麻辣臭豆腐 對 像是你們這一道料理 都這麼大份嗎 對 沒錯 這一份有八塊 哇 這個客人應該可以吃得非常飽 也可以公家一起吃 那為什麼會特別想要推薦這一道呢 臭豆腐算是素食裡面 跟葷食都比較 都能夠接受的這種美食啊 那它的料理手法跟 其他店家做的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這一個是現煮的 像很多臭豆腐專賣店 它會先滷好 那我們店可能因為有三個元素 就是有飲料 有甜點 有餐點這樣 臭豆腐如果先滷好的話 整個餐廳都會是臭豆腐的味道 你這樣子在賣甜點就不適合了對不對 對…所以它採取現煮的這種做法 然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 這個臭豆腐的脂很好 所以我們希望盡量用現煮的方式 它外面會沾到味道 裡面是原味的這樣子 其實這個臭豆腐看起來就非常好吃 因為它非常大塊 然後你會覺得呢 它的樣子是很有彈性的 感覺口感應該很不錯 我來嘗嘗看 因為我實在是咬得太大一口了 我吃到了很多不同的香氣在嘴巴裡 首先豆腐的品質真的非常好 因為它吃起來的口感呢 除了有一點厚度紮實之外 它還有一點點Q跟綿的口感 然後因為它吸附了很多醬汁 但是因為你們是用這個現煮的關係 所以說其實它是保有豆腐本身的香味 應該吃得到裡面的原味 對 它不會被蓋掉 然後其實我覺得整體的感覺是清爽的 這一道其實它還有一個 我們的底部有鋪一些九層塔 所以你吃上層的時候跟吃下層的時候 味道有點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個湯也是可以喝的這樣子 我發現你們店裡頭的豆腐料理都很強耶 主要也是因為豆腐是純素跟葷食都會吃的東西 對 那像是因為你們有提到這裡的元素就是甜點 然後飲料 然後跟我剛才吃的主餐 甜點的話你今天推薦的是這一款嗎 對 這是重乳酪蛋糕 它乳酪含量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它整體會比較粘稠一點點 然後它放的糖量也比較少 一個六吋 像這個是六吋 它只有放三十克的砂糖 一開始在做這個乳酪蛋糕的時候 我是做的 因為我們總是要顧及大眾的市場 我做的跟市面上一般賣的差不多甜 大概六七十克的糖 對 那因為客人的反應說 大多數人都要不吃這麼甜的東西 對 那我們糖量就一直往下降 這樣都真的不能再降 大概是三十克左右 是 所以說 比較低糖 整體它的減糖已經減了將近一半以下了 對 有減糖設計呢 是連愛漂亮想要瘦身的人都可以吃的 我來嘗嘗看 它真的像你說的一樣耶 它的質地比較濃稠 它超級濃稠的 超級濃稠的 對 然後因為它很濃稠的 所以整個奶香味會完全的鎖在你嘴巴裡頭 而且它的奶香味真的特別濃郁 感覺出來它是很純粹的奶香的這種美味感 感覺連鼻子呼出來都有那個乳肉的香味 這一道也算是我們開店之初 就一直賣到現在的東西 那像是除了這樣子的甜點之外 你們其他甜點類型又有哪些 目前大概就剩下這個有在賣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有很多的產線都停產了 對 那現在就剩下乳肉蛋糕 果凍提拉米蘇這樣 那這個乳肉蛋糕就是一直有在賣的東西 所以蠻推薦的 然後它有很多口味 那原味是最多人喜歡的東西 那你覺得跟家人一起創業的感覺又是什麼 還不錯吧 還不錯 不會吵架嗎 也是會啦 吵架還不錯嗎 也是會 有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家人會比較難以 就是他有他的堅持 我也不能拿他怎麼樣 但是最後大家都還是會往 一個好的方向去做 但感覺是開心的比較多對不對 開心的是蠻多的沒錯 我想應該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們才可以經營了十年 未來應該還有繼續二三十年的打算吧 對